苏澳地区除了有丰富的渔月资源 以及悠久的渔村历史文化 还有许多海上秘境 因此镇长李明泽上任之后 积极推展海洋休闲观光 可惜镇内没有游停 帆船可停泊的地方 之前特别利用交通部长道一兰考察的时候 争取在苏澳港区内设置游停码头 以利苏澳镇推广海洋休闲观光 休闲观光的部分能够把它考虑进去 特别就是帆船还有游艇能够停泊的 那港部公司应该适应也做一次 这个港口的检讨 也能够把它纳入到整个 这个未来发展的考量里面 对此航港局长表示 除了会盘点苏澳港区内的适当地点 所以我想这个盘点的部分 到时候我们会跟港公司主动的来办法 这个苏澳镇公所这边针对我们潜在的业者 跟真正队椅环船跟游艇 有兴趣的这些玩家 所以未来在软体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边多办几场的考照 让参与的人能够增加 那让业者愿意来这边投资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光有一个博位没有的玩家来 那你拜那边就变成是一个蚊子码头 所以我想这些部分 如果正常这边有潜在的业者 有更好的方向 我们办法的时候 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一块把它做起来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